造成无辜年轻生命的逝去 我也感到非常的痛心悲痛而不舍 台中市聚业交通公车 22日撞上东海女大生 造成一死一伤悲剧 时隔两天市长卢秀燕终于表态 对女学生逝去表达哀悼 同时提出五项行动方案 包括情节重大者将扣除业者补助款 及收回录权延伸等 期盼能避免类似汉事再度发生 不过网友并不买单 指出前年台中市北区 就发生一对母子过马路 结果遭左转公车撞死 认为事故已再发生 是因为市府心存侥幸 更质疑聚业客运长英标速 登上媒体摆面 前五年内就酿成狼死69伤 为何只罚款未被撤换 作家严泽雅更直指 台中先前寄出公车误点发现的法则 才导致了全台脾气最坏的驾驶 而之起严重车祸 也让台中行人地狱恶民 再度俯伤台面 事实上去年台中市行人死伤人数 不仅是六足中最高 今年上半年死亡人数 同样位居六足首位 多位议员起身痛批 是否所谓的交通改善 只是虚音故事 绿营议员周永宏也提出三问 包括前年市府就曾要求业者 对驾驶进行行车安全载教育 而这样的顺略是否有帮助 市府又要如何追踪成效 而若真有心提高重大事故陈述 是否有针对业者搜正其成 还是等于论评喜酒 云淡风轻 长期关注交通议题的YouTuber火花罗则认为 行创线咒鸣改善至关重要 相关设施在欧美早已普及 部分还会与减速台整合 但在台湾却非常稀少 其中台中还乱搞一通 自创闪烁行创线咒鸣 行人领死亡推动联盟也指出 解决路口不当设计 及改善司机过劳的劳动怀境 才是解决问题的 根本知道 记住宏欣亚整理报道 编辑